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零售类别中有七个类别录的下跌 其中家具和汽车经销商零跌 个人护理用品店和杂货店的销售增加 用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并剔除了食品服务 汽车经销商建材店和加油站的所谓的所谓控制组销售额增长0.2 第四季度经济开局艰难显而易见 美国消费者的短暂任性让经济学家感到怀疑 导致许多人重新考虑他们的衰退预测 APEC峰会召开 美国总统拜登也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 不过加州州长纽森却意外成为剑拔 因为他在会前再度强调 旧金山世荣应该好好整理一番 结果引发反对者的连番炮轰 质疑他为何等到APEC才注意到旧金山包括游民等问题 还批评他宁可为中国清理门面 却不愿意为加州人打扫环境 福斯新闻整理各方的批评言论 其中包括共和党国会竞选委员会X账号质疑 极端民主党人联合纽森 把加州搞成犯罪与游民大本营 为何他们要为了中国修容 而不是为了加州呢 共和党籍的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说 纽森此说凸显民主党人能为而不为 其他意见领袖新闻工作者则是批评 美国都会区的问题管他是犯罪 毒品 游民 很显然都可以马上改善 但这些民主党空谈者却等到外国领导人要来才赶忙着手 让这些政客对世荣刮目相看 纽森先前宣布旧金山与湾区将开始整顿环境 这是Clean California的一部分 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作为 湾区各地共有类似的15个计划同时展开 加州也会全面整改 从2021年7月就已经开始 远早于APEC 不过 纽森还是承认了APEC确实有其影响 他说举办大型活动 特别是21国领袖数以千计的人士都要到来 旧金山必须展显出最好的一面 州长办公室回应说 Clean California 2021年开始后 已经清理了3275个游民营地 移除200立方尺的垃圾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网11月14日消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 访问了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并发表声明 他在声明中称 加沙地带已有4600多名儿童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死亡 近9000名儿童受伤 加杀的100万儿童无处可逃 拉塞尔补充称 许多失踪的儿童 据信被埋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下 这是在人口稠密地区 使用爆炸性武器的悲惨结果 与此同时 由于电力和医疗用品耗尽 一家医院内的新生儿 因无法得到专门护理而死亡 暴力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 他还提到 自10月以来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已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身亡 在声明中 拉塞尔再次呼吁相关各方 实行人道主义停火 安全释放所有被绑架和拘留的儿童 确保人道主义救援 能够安全 持续 畅通地进行 请不吝点赞尔再次呼吁